PLC接线分为内部接线和外部接线。 内部继电器和端子台的连接是在PLC内部完成的,叫做内部接线。 而实际使用工具把外部设备和端子台连接叫做外部接线。 如果将输入设备连接到输入端子和空端子之间,就会开始动作。 输入继电器接收来自输入设备的信号,再将信号传送至PLC内部。 同样,如果将输出设备连接到输出端子和空端子之间,它就开始动作。 但是,请把输出设备的驱动电源设置在PLC外部,这样可以用空端子控制交流、直流不同电源的设备。 像端子台上的X0、Y0等都被分配了软元件编号。 所有的软元件都被对应分配了软元件编号。 例如,PLC内部的辅助继电器是M0,计时器是T0,计数器是C0。 软元件,除了10进制以外,根据PLC机型的不同,也有8进制和16进制。 关于数字的进制,大家就把它当作电脑的基础知识来记吧。 10进制数,0到9之后的数字为10,逢10进1。 8进制数,0到7之后的数字为10,逢8进1。 16进制数,0到9,A,B,C,D,E,F之后的数字为10,逢16进1。 虽然理解上有些困难,请大家顺其自然地记住就可以了。 OK OK 6 7 5 4 0